嗨 蓝友们大家好 我是火凤凰 春季又是网购兰华的热季 这波我又没忍住 下手买了两颗剑蓝 这两颗剑蓝也是福建的剑蓝苗子 手上拿的这个是市长红 另外一颗是东方红河 很多人都说福建的温氏大棚的苗子 大部分都是祖陪出来的 但是也有人说祖陪出来的苗子 如果练苗了之后 经过硬化 驯化之后 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我最近买了几颗剑蓝 就想着看一看 我自己能不能把福建的 温氏大棚里面的温氏苗养活 大家看看这个根还是不错的 大白根 咱们看看它这个温氏大棚里面的蓝花 它用的是什么质料 因为它蓝花根子中间还带了一些 夹杂着为数不多的一些质料 看这个就是松树皮 颗粒也不大 然后再看一看 这个福建的温氏大棚里面的蓝苗 它用的都是什么质料 我用个竹签给大家把中间的质料给拨出来看看 看看这是什么 轻一点别把蓝花的根给上着了 这一看就是一个小石头 掐在好几个根中间 拿这个竹签还挑不出来 慢一点 现在挑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个什么 这就是一块小石头 白色的小石头 看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 看看这个白色的小颗粒 它是一个珍珠盐 大家看看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像大米一样那么大的一颗珍珠盐 就是看 石头 珍珠盐 还有松树皮 然后还有少量的这个松珍 就是这些质料来养的 之前大家都很抗拒这个祖培苗 我就是买来试一试看一看 咱们家庭里头养这个 自动化温湿豆 光照还有肥料 并虫害预防 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头 到底好不好养 我买的这个苗子是 市长红买的是六苗连体的 但是他给我发来的是六苗连体 还带了好多雅点 成苗六苗里面有两个老苗 然后小苗有两个已经长口散叶了 还有三四个雅点都是小的 一个刚刚要出土 还有几个正在萌发 因为福建自然条件就比较好 一年四季如春 四季这个蓝都在生长 所以福建的四季蓝是很出名的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另外一棵 这棵叫做东方红河 我买的是四苗连体的 他给我发过来了四苗连体 带了一个已经开口的三叶的一个新苗 还有一个新芽 还有几个小芽点 它这些都是提前脱盆了的 所以有几个根都已经瘪了 有点脱水 但是不要紧 我现在把兰花的枯黄的叶角 以及断根烂根都剪一剪 然后把它冲洗干净 大家看看冲洗干净了是不是 感觉到要好多了 咱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兰花都是风过苗的 比如说这颗苗 看这个点 它就是风过苗的 风苗的一个痕迹 这颗上面 这个也是风苗的痕迹 看这个点 就是风过苗的痕迹 那么咱们对这个风过苗的 这个伤口具体如何处理呢 我们用比较锋利一点的工具 把这个伤口稍微处理一下 伤口变得小一点 看现在 把黑点剪掉了 一个是观察一下 它又没有病害 第二个是 把伤口处理的小一点 然后在上面涂抹一些多菌磷 稍微倒出来一点 然后用小毛笔 或者是用棉签 蘸一点多菌磷 把这个伤口 杀菌消毒 因为很多兰花的良腐病 一般都出现在 这个伤口没有处理好 发生感染了 所以咱们在 新近的兰花 如果有伤口的部位 必须要自己亲自再处理一下 以免后期造成隐患 另外咱们还要把剪过的断根 烂根 残根 那些伤口地方也要用多菌磷 点涂一下 由于这个苗都是重庸 是大盆里头出来的 难免会出现病害 杀菌消毒工作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兰花 倒挂着 进行晾根处理 叶片也是 从根上倒着胶下去 然后把它晾晒 叶芯里面就不会积水 大家看看 这个根晾了一个晚上 已经发白了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 经过消毒处理的伤口 晾了一个晚上以后 这些新根处已经结痂了 剪过的根 看看 已经结痂了 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 兰花由于伤口引起感染 引起腐苗 最后呢 咱们把这个兰花的连接处 就是封苗的那个连接处 用植物的伤口愈合剂 把这个伤口点一下 但是修剪过的根系底下 千万不要用这个点 你用这个点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长新根 发新的水晶头了 经过这样处理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种下去了 栽种的过程就给大家省略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